Hello 大家好 又到不耕情深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本好書叫做 《天國生命線》 24小時的守護者 What God whispers in the night? 作者是龍梅爾 逆者是雜誌 出版者是天恩 本集內容分五部分 引言、作者簡介 我拿了三個篇章和大家分享 分別是神景省不眷 神在當班和信靠神 由於想大家 可以投入內容 我嘗試在當中加入了一些問題 引導大家去想一些問題 先讓我們看看 引言 有些人遭遇苦難 但能以平常心面對 因為他們倚靠信實的上帝 賜平安喜樂 人人都希望日子過得 平安無事,而上帝的兒女 很多時候都是有事 但仍然能夠有那份平安 因為他擁有一條 通天的生命線電話 我們在這一頭 上帝在另一頭 需要在這一頭 供應在另一頭 這一切只是 僅僅由一個討告相隔 只要你一討告 上帝就會接聽 這本書的作者提醒我們 我們在困境當中 命不孤單 如果你的生命只受到暴雨 示弱 一切都已經走到盡頭 趕快去叫上帝 他一定會接聽 他一定會眷顧保守 然後我們看看 龍梅爾 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龍梅爾是前奧勒剛的必博頓四方教會主任牧師 也是一位多產的基督教靈修書籍作者 有不少已經翻譯成為中文 他的著作內容是平實、溫馨 特別是強調上帝的愛 他本身是一個很謙卑和和海的牧者 有牧師中的牧師之稱 他的好朋友 也是四方教會傳道人 其中一個就這樣說 從來沒有人像他這樣 實在是把基督的愛分給身邊的人 梅龍兒生長在一個單親家庭 爸爸在他小時候離棄了這個家庭 媽媽是個虔誠的婦女 他自幼在媽媽的循循善幼底下成長 後來也多次提及到媽媽對他靈性生活的深遠影響 龍梅爾原來是想成為一個運動員 因為他爸爸曾經是一個小聯盟的職業棒球選手 後來他因為受到神的呼召成為傳道人 於是就入了四方教會的生命聖經學院 Life College 接受裝備 並且畢業後就在1973年成立了必博頓四方教會 創立之初只有15位會友 後來發展到有5000個會眾的一個人大型教會 但在1981年他被檢查 感染出他患了血癌 自此之後就開始長達20多年的抗癌生涯 血癌不太簡單 相信大家都知道很嚴重的一種癌症 在那段日子裡他仍然著書 不停地寫書 並且帶著感恩讚美的心繼續侍奉 在2003年5月30日 這位眾所景仰的牧者 終於都息怒歸主了 尼世與主同在 享年59歲 在他小小之後 他的著作和講道 仍然很深刻地影響了很多基督徒 我也是其中一個 也看過他另外還有兩本的書 都很感人 很濡近 但濡近得來 你看到這個人 真的生命用一條命去寫書 龍梅爾雖然是五秦宗背景的傳導人 但他不會特別突顯這些教導 而他的教導的忠心信息是父神的愛 他強調上帝一個為父的心場 無論基督徒在什麼的境況下 神都看顧 神是直夜班的上帝 我也看過這本 尤其是在《上帝的心事》這本書裡 我也看過 他主張上帝設立十界的目的 就是為了愛 為了保護他的兒女 他勸我們要用心去體會 十界裡天父的大愛 父親在龍梅爾的成長過程裡 是一個absent father 一個缺席的父親 但是 龍梅爾在上帝裡 就找到了至有缺乏的父愛 以至日後的服侍 處處都流露出 為父的心場 這個就從他的著作裡 可以體會得到 因此他的著作作 作風比較平易近人 沒有充激著一般五秦宗 或是靈音派著作裡的異象 語言 超自然神跡 那些見證 而是有的是上帝的愛 而很多基督徒 和他的著作裡 是得到很多益處 好 接著就看一看 其中我抽了三個篇 首先我們看這條天線 通向神的天線Line 1 神景省不眷 神景省不眷 我雖然行過死任的憂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這是詩篇23章4節 九六這麼說 人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特別感到孤單呢? 當走廊傳來 鬼異的聲音? 當黑夜的沉默 籠罩著整張? 皮丹? 當? 我相信大家 害怕的時候 也有不同的情境 但是 聖經說 記住 我雖然行過死任的憂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他又說到 保護你的 不會黑眼睡的 保護以色列的 也不會黑眼睡 也不會睡覺 另外又說到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因為獨有你 耶和華 使我能夠安然居住 又有詩人說到 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圍的亮光 必成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見 黑夜卻如白袖發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 都是一樣 不知道大家 相信不相信 這個不打頓 不黑眼睡 也根本不會睡覺的上帝 時時刻刻都會保護我們 所以我們不需要害怕 然後想問問大家 你信不信 上帝整夜 警醒不遠 他洞察萬事 我們24小時都可以 叫他 上帝有時刻 在你身邊 他永遠不會厭煩你的聲音 你要跟他聊天 聊你關心的事 困擾的事 疑惑 興奮的事 什麼時候跟他聊 他都會這麼歡迎你 他不會嫌棄你 你又信不信得過 我就是大衛 必清重那指教我的耶和華 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身在右邊 那邊不自搖動 你信不信 大衛了解在晚上的時候 上帝仍然很靠近 即使他不出聲 即使他只能從心裡 靜靜地呼喚上帝的名字 上帝仍會馬上聽見和回應他 所以大衛有個宣告 就是上帝幫助我 這是我所知道的 又是你所知道的 你又信不信 在患難之日求告神 他就會答救你 你也要榮耀我 凡求告耶和華的 就是誠心求告他 耶和華一定會跟他們相近 你信不? 小小薩姆爾 在藥櫃附近 在晚上 他聽見耶和華叫了他三次 叫了他的名字三次 第三次之後 耶和華又來站著 好像前面三次呼喚 薩姆爾 薩姆爾 我們侍奉的是一位屬於過人的主 他親自會呼召我們 也知道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 或者他不是用聽得見的方式 跟我們說話 但藉著聖靈 他很渴望跟我們保持溝通 在上帝呼喚薩姆爾的時候 他選擇回應 主啊!你盡你所說 唱所欲言 我洗耳恭聽 上帝不斷對薩姆爾 說話 並且在他中心的年日裡 透過他的說話 去使用他 你有沒有試過帶著一種奇怪的感覺 從睡夢裡醒來的時候 某個人的面旁 落人在你心裡 你有沒有試過回應這些提示 而不是馬上睡覺 回到夢鄉裡 即是說有時候 神真的會在夢境裡 可能會給你一些提示 我自己也試過 譬如有時候 有些事情在想一個問題 解決不了 但在夢裡解決過 但也有試過 在日間裡面 真的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在夜間的夢裡 神似乎是發出一些警告 所以不是所有的夢 都是沒有意思的 我們要留心了 你曾經有沒有經歷過 似乎有些神有些說話 會跟你說 可能是某個晚上 可能是一個危險時刻 因為我們 記住 我們都是在一個熟靈爭戰當中 是不分早晚的 有時候 如果上帝真的跟你說話 他可能會使你輾轉 不能夠入睡 不得不走到他面前去祈禱 或者讀經 或者為自己祈禱 為人代討 或者找人祈禱 或者安靜等候 為的 是要知道 神的心意 究竟是為什麼 你有沒有試過這樣的經驗 逆緊這些經驗 繼續向神祈禱 世界上一個極大的特權 就是我們基督徒可以和神同行 而且可以聽見 以及可以回應祂的嘆息 能夠知道神對某個人 或者某些事的心意 並且可以馬上去進入討告 你信不信 你的回應越多 上帝也會越多 好像拍拍你的肩膀 感動你 為他廣大 心胸上的事 去祈禱 第一條熱線 要我們默想的 就是 你在這端的百日 在世界的另一端 可能是晚上 而散居在世界各處的神的兒女 其實可以二十四小時 都跟上帝連線 只要你需要他的時候 你一討告 上帝就on call 好 接著我們看看第二條線 Line 2 就是神在當班 聖經這樣說 它說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見 黑夜卻如白昼發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都是一樣 在黑暗的時候 上帝依舊工作 他不是那種 五點就落班 就把天上的電話系統 轉到留言錄音的上帝 上帝在晚上的時候 不僅清醒 而且 仍然是警醒不決 他知道怎樣 指揮天上的資源 以及供應我們的需要 黑暗 一點都無法難阻它 在上帝的眼中 黑夜如白昼發亮 在你我看來最深不可測的黑暗 傲秘和困惑 在上帝眼中 其實是清楚不過的 萬物在上帝眼中 都很清楚明白 沒有任何事情的真相 能使他覺得奇怪 因為他一直在當班 你信不信 上帝隱藏他的計劃和目的 好叫那些傷害 捆綁我們的 沒有辦法明瞭呢? 在黑暗的時候 時刻 上帝要求他的神恩仔 要信任一切都會好 因為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都得益處 你有沒有體驗過 體會過這句經文的真理呢? 舊約的約伯 曾經 懇求上帝 給他一個解釋 為何 他會遭遇到 這樣的困境和憂傷 不僅僅僅 不僅僅僅僅 在一隻姦 就死了 塞夫 也離開他 還生了怪病 有皮膚病 還遭受到心靈的虐待 就是他老婆 在那裡嘲弄他 朋友離棄他 其他人拿他做笑柄 但上帝 卻是從隱密處 站起來 用偉大的啟示 向約伯 顯明他自己 他的能力 和智慧 你信不信? 不管你只是承受著什麼都好 或者你只是深陷罪惡當中 或者你需要醫治 或者你只是迷惘 或者你身體痛楚 或者你失敗 或者你面臨財務危機 或者你為孤單所苦 甚至你的生活早已經離開軌道 但是 在上帝眼中 從來沒有一個地方 暗到無法用光照亮 上帝的應許 能在黑暗中摸索的人 帶來警告 激勵 安慰 挑戰 和盼望 你信不信? 第二條熱線 你我看來最深不可測的黑暗 奧秘和困惑 在上帝眼中 卻是再清楚不過 所以我們不需要怕 記住 叫上帝 第三條熱線 信靠神 經文是 你要專心養賴耶穌華 不可以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你門要 尚尚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一個這麼美善的神 又經常指教我們的神 你不信他還相信誰呢? 有人這樣說 有人會說 試試耶穌 就是Try Jesus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聽起來似乎是對毀生的恐懼 即是說 有些人 有些東西信不到 這個東西信不到 那不如試試耶穌吧 是指這件事 在現在的文化當中 年輕男女就會說 試婚 就代表 即是 合 即是合 即是來不合 即是散 如果感覺不錯 多好 那就走在一起 如果不是 假如婚姻生活 實在太辛苦太無聊 那不如分開 離婚就好 又或者 很多東西很拘束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分開呢? 但大衛在詩篇三十七篇 他就說到毀生 毀生就是一貫到底的決心 的意思 亦就是當生活的各樣景況 都大聲地去炒仰著 要你自己想怎樣做 有什麼辦法 而你仍然信靠上帝的帶領 那就是一種真正的毀生 詩篇三十七篇 他那裡說到其中有幾節 他這樣說 你當默然已靠爺和話 耐性等候他 必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 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 惡人切謀害異人 又向他咬牙 惡人已經攻上圓 都出潮 要打倒困苦恐佛的人 要殺害行動正直的人 一個異人所有的需小 強過許多惡人的富裕 有人從那裡經過 不了 貪惡有了 我有一尋走他 卻尋不著 似乎詩人的處境很危險 但在詩篇三十七篇裡 大衛表示要下定決心 他的人 他的內心 他的靈魂 都是上帝的 無論怎樣 他都要投身在上帝的信實當中 那個叫他信靠的上帝 他的信心 不單止是指望得著救贖 更加寄望在人生低潮的時候 神會帶來的安慰和醫治 所以不是try耶穌 不是try耶穌 而是try耶穌 只是一種軟弱無力膚淺的信心 大衛卻是將一生的重量 都等在對上帝的信靠上面 是沒有轉迴的可能 所以記住 耶穌是你值得毀身 而不是你值得一試 真實的信靠 其實時常都要等到情況稍微失控的時候 才會出現 比方說 比特當他踏入海面的時候 他不可以不真正的信靠主 當他這樣信靠的時候 他就不會跌倒了 當他不信的時候 他就會跌倒 無法自救的時候 人才能夠表現出真正的信靠 信靠又是什麼呢? 就是將所有其他的選擇 被用的系統 緊急降落的都放在一邊 信靠就是我們現在走在這個地步 沒有回頭路 如果上帝不拯救 不救白我的時候 我就一無所有 真實的信靠就是 你有沒有到過 將所有其他選擇 備用系統和緊急的降落散 都放在一邊 單單只可以靠神的經歷呢? 靠神吧 立刻叫他 靠神吧 立刻叫他 靠神 雖然這些事情 不是一時就可以的 但是呢 記住 神呢 一定會接聽你的熱線 好 今天你們